妈呢 所谓如同其事 这是修行人常常犯的毛病 思思许普 这个思 譬如用六度来讲 六度所破的对象 那都是色 不失破坛的 持戒 是对破戒 忍辱是对诚慧的 而精进是对懈怠的 那都是色 而禅定是对散乱的 我们今天讲 深复其造 那是色 薄弱是对愚痴的 这个色要破 用六种方法的破 愚色的痛 色没有了 这通了吗 持通续护 这个通 你要懂得保护 但破色 这个道理 一定要讲究 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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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六度 有没有呢 有 不止住 为什么 因为还有 许许多多众生 有 有 六 六 致病 有这六种病 这六种药 自己不要了 自己通了吗 病好了吗 别人要啊 你不是罚了愿 众生无病 是愿度吗 自己通了之后 帮助了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更新不齐 绝大多数 他对 经教所讲 他不相信 那不相信 你就做出来给他看 他就相信 所以说 一言说 我们的表演 先表演 然后让他 生起信心 你再把这个法子 交给他 他相信 他真肯干了 他也把他的病治好了 这个方法 不能少啊 这个方法 要善求 活用 所以我们治自己的病 佛法是药 这个不能不知道 对佛法 决定不能有贪恋 对佛法 不可以制住 不可以制住